杜鹃台风不但带来严重的农损 也打乱了县政府跟交通部 针对中秋节连续假期所推出的改善方案 无法获得具体的数据来证明成效到底怎么样 但县府仍然表示 整个方案推行之后 至少减少了一万多辆的小客车流量 将会依据最近几次连续假期的经验 与交通部讨论进一步的改善交通的方案 每到连续假期宜蘭县境内 就会出现严重的塞车现象 让民众相当困扰 为此县府在这次的中秋连续假期 特别和交通部合作推出许多改善方案 包括国道客运优惠票价 以及邮轮市值打列车等等 得到初步成效 中秋节当天就减少一万多辆的小客车流量 中秋三天连假 虽然碰到杜鹃台风来搅局 不过我们在前面 台风警报还没有发布之前 其实大家都很期待这个假期 那我们也跟交通部 对于这种连续假期 我们要建立一个改善的 这个经济的方案 所以不管是 游轮市直达的列车 包括台铁跟国道运输 在这一次其实都发挥有一定的效果 虽然在假期最后一天 受到杜鹃台风影响 无法看出总体效果 不过县长林冲贤强调 仍会运用最近几次连续假期的疏导 对策和数据 和交通部来讨论下一阶段的合作方案 在解决高速公路 拥赛的部分 当然要有一个有效的移转小客车 用路人减少开车上路的这个机率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后续还会有很多的方案 一起来跟交通部来配合 所以这一次三天 虽然后半部有受到台风的影响 看不出总体的这个效果 不过我们还会将相关 几次连续假期 我们相关的做法跟配套 运用大数据来跟交通部 好好的来谈下一个阶段的合作方案 宜然新闻记者 賴福星采访报导